弟兄姐妹感谢主的恩典 每一早晨都是新的 弟兄姐妹因为有神的话 你的人生就会不一样 有异象的人 你就可以一生走在 上帝的心意的里面 我们继续来读圣经 我们现在来读四十节 第二章第四十节 我们要读到四十六节 四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孩子渐渐长大 强健起来 充满了智慧 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每年到雨月节 他父母就上耶路上去 当他十二岁的时候 他们按着节情归起上去 充满了节情 他们回去 还从耶稣人就在耶稣上 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 走了一天的路程 就在清楚和熟识的人中找他 既找不着就回耶路上去找他 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店里 坐在教师中间 一面听一面问 好 弟兄姐妹 我们就读到这里 那弟兄姐妹 当你打开顺经 你就会看见上帝把一些 很细微的事情来告诉你 我们人生我们应当怎样走 我们昨天 我们提到西美跟亚娜 我们继续要花一点点时间 再来思考这两个老人家 我非常的感动 当我看见西美跟亚娜 我们看见他这么年纪 这么老了 那大部分的老人家 都已经在移养天年的时间 如果有孙子孙女就移养 带着孙子孙女 很欢喜快乐过他人生 但是也有很多的老人家 不知道要干什么 其实我听说台湾 怎么六十岁就退休 还有的人因为五十五岁 就因为好像公家机关 做二十五年就可以退休 所以五十五岁他就退休了 那再来不知道要干什么 那拿着这个什么年金 或者是什么东西 他一辈子他就开始去 就去做环游世界 好 再走 再走 那怎么样呢 这个全世界都走回来 然后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样 恐怕要准备去上月球才行 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我们的人生不是这样 弟兄姐妹 我一个有意义的人 我们看见他们的事物 一直到他们建筑那一天为止 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 感谢主 这世界上的事情都有退休的 不管你在哪一个公司上班 你在这个公司里面 你有多大的成就 有一天终有一个人 就会告诉你 你要退休了 你即便你是一个君王 终有一天 又有一群人告诉你说 让太子登基吧 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 真的人生就是这样 但是一个有意义的人 他一辈子就活在神的面前 我们昨天看见 这个有意义的人的生命是怎样 弟兄姐妹生命能够胜过死亡 他的生活是连结于 上帝的心意的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神的旨意是永恒的 所以你已有这个意义 你就可以进到 这个永恒的 永恒的领域的里面 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 第三天 第一次我们看见 一个有意义的人 他就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叫做与神同行的生活 如果我们还活在 失败成功 我们才计较 我们活得丰富 还是平凡 那假如我们还活在 别人的称赞跟肯定的里面 我们才可以 那别人说你好 你就很高兴 如果别人说你 说到你的缺点 或者你的软弱 你就好像堕入 深渊的里面 如果你看别人的表现 比你好 你就心里酸酸的 那弟兄姐妹就证明一件事 我们不是与神为乐 我们也不是与神同行的人 我们看见先知雅 他的一生 其实是蛮 我们从人来看 其实是蛮悲哀的 圣经说他同女出家 与丈夫同住七年 他就成了寡妇 按照当时的风暑 我想他不到二十岁 可能十五岁 甚至也许十七岁 他就出家 所以当他二十五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一个寡妇 一直到八十四岁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在那个时代 一个寡妇是多么的可怜 对当时的人来讲 同情的人比较少 人还觉得 你是一个被咒诅的人 所以你才这样子 所以弟兄姐妹 无论是外面或里面 对这个人来讲 他的一辈子 应该就是非常充满的 都是非常愁苦的一生 是不是 可是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他从二十五岁到八十四岁 将近六十年的时间 他做什么呢 他说他守寡的这六十年 不是愁苦 不是愁愁愁的过六十年 而是他是不离开圣殿 他进食祈求 昼月事奉成 弟兄姐妹 这叫做与神同心 以神为乐的生活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弟兄姐妹 我相信异象 异象可以把它带进 一个新的生活 就是与神同心 因为知道 我如果没有神 这个异象不可能成就 这个异象不可能看见 弟兄姐妹 他一辈子 就是要等候 耶稣基督的降生 这件事情 让他有一个确信 他一定可以看到 那他怎么能够看到 弟兄姐妹 每一天活在神的面前 弟兄姐妹 如果耶稣基督的 再来是你的异象 圣经说 耶稣来的时候 能不能看见 在地上有信心的人 有信心的人 弟兄姐妹 当我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 我说主啊 我愿意成为一个 你来的时候 你找到 你要找的 那个有信心的人 弟兄姐妹 这一件事情 影响我很大 我能够 忠心的侍奉神 是因为 我有一个异象 我要迎接 我的主 从天 再来到地上 我里面有一个感觉 在我活着的日子 我就可以看见 耶稣从天上降下来 这两个老人家 人看似无主亲众 是不是 那弟兄姐妹 可是主说 他们是举足亲众 跟我讲一次 举足亲众 正如保罗 他 他也是一样 当他的眼睛 被打开的时候 他看见 那个普世宣教的异象 上帝 上帝借着 一个弟兄 一个很平凡的弟兄 告诉他 他的未来 是跟 跟永恒的福音 有关系 弟兄姐妹 这个人 一直到他 他年纪 很大的时候 他一辈子 为主耶稣 活在主的面前 什么东西 抓住他 就是福音的异象 抓住他 弟兄姐妹 这个人 一直到年老 他都没有改变 他在 无论对犹太人 无论对 罗马的 那些 官长 那些 那些王 他说的 很重要一句话 他说 故此 他说 为什么这样做呢 故此 我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成为一个 有异象 异象不是 单单给一些 很少数的 不是的 所有神的儿女 你都可以成为 一个有异象的人 那我们怎么样 可以成为 有异象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简单 你要跟一个 有异象的人在一起 你就会可以成为 有异象的人 我记得有一个 很年轻的 成功的企业家 那个记者问他说 你为什么这么成功 他说 因为我从小就跟 有成功的人在一起 那他就 这个记者听了以后 就问他说 那你跟哪一些人在一起 你怎么可能跟 这些成功的人在一起 他说 我就读他们的传记 他说 我家里没有别的书 只有这些成功的人的传记 他说 我就一直读他们 我就跟他们在一起 我就知道 他们的成功 就是我 人生的标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地上的事 是这样子 弟兄姐妹 很多属灵的事 好像 其实也是这样子 弟兄姐妹 你看见 有一个有意向 你就紧紧的跟随他 弟兄姐妹 当我到美国去的时候 那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件事情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 我要去美国 但是我就去了 那是周深牧师 牧师就让我去 这个门徒之家受训 那弟兄姐妹 我到了那地方 我看见这个老师 哇 他的圣经 那我羡慕到一个老乃 老乃 弟兄姐妹 真的 我就觉得 其实我是 本来我就在 在校园团体里面 我受过很好的 读圣经的训练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 圣经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的 在他的手中 好像他怎么样 都 圣经好像在手上 是一本活的 弟兄姐妹 我就扶在他的手下 跟着他学习 八年 我没有离开 弟兄姐妹 他不是一个完全人 但是弟兄姐妹 我知道 他是一个有意向的人 哇 我就跟着他 跟着他 弟兄姐妹 真的 我看我自己写的 这本导读本 四十岁的时候写 是我跟随 这一位老师 十年以后 我写了这一本 弟兄姐妹 我就看见 其实那时候 圣经对我来讲 还不是多看 我圣经真的开启 是在一九九五年的时候 那弟兄姐妹 可是我就看见 我那时候 我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零收 是从哪里来 弟兄姐妹 从一个对神的话 有意向的人 我就跟着他 第一个弟兄姐妹 感谢主 他叫我读 怎么读 我就读 他叫我读哪里 我就读哪里 他叫我读什么 我就读什么 叫我怎么读 我就怎么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问他 我说我什么时候 才可以像你一样 他说你不要急 弟兄姐妹 是的 意向从哪里来 就是跟随来的 跟随来的 伊丽莎 她为什么会求 那两双倍的圣灵呢 她说愿感动你的灵 她对她的老师讲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感动我 弟兄姐妹 为什么 因为她从她的先生 她跟随这个有异象的人 跟到一个地步 她知道 如果她要成去 下一个世代的使命 她没有 她老师双倍的恩膏 她是不可能完成 弟兄姐妹 这个恩膏 这个异象 她老师的异象 紧紧地抓住了她 弟兄姐妹从哪里 从跟随来的 从跟随来的 弟兄姐妹 不要担心 你就紧紧地跟随 跟随 如果你看见 一个有异象 你就紧紧地跟随她 凡事不是可能 一日就可以成就 弟兄姐妹 看见 今天我们读了 孩子渐渐长大 强健起来 是不是 渐渐长大 跟我讲一次 渐渐长大 强健起来 然后就充满着智慧 又有神的恩在她身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生命的路 一定是怎么样 是渐渐 是不是 不会一下子 不会三天 不会五天 不会三个月 不会五 甚至不是三年五年 你可能就是 十年 十五年 弟兄姐妹 后来 我后来就在跟随她 跟随我的老师 到第五年的时候 上帝又给我 另外一个老师 就是许师母 我就继续地跟随她 后来 我离开了我的老师 八年以后 我的老师 她有她自己的事情 她就离开了 后来 这一个许师母 就继续地带领着我 也把我带进 十字架的启事里面 弟兄姐妹 感谢神 在我一辈子当中 我最大的祝福就是 我一辈子 都有人在带领我 一辈子都有人带领我 那我觉得 我最大的恩典 神给我最大的恩典 就是我紧紧地跟随他们 一直到好像时间到了 或者是我的许师母 我是跟随她到她过世 她到主那里去 是我给她送终的 那弟兄姐妹 感谢神的恩典 我觉得在我一辈子当中 神 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我也不是一个 很有恩赐的人 弟兄姐妹 我曾经有一个恩赐 就是 这是能言善道 但是上帝把这个恩赐拿走 当然我做就成为一个非常平凡的人 但是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从我的老师 零售的异象 一直走到今天 所以如果你愿意 弟兄姐妹 我们愿意来陪伴你 让你能够进入 上帝的异象的里面 弟兄姐妹 异象不是神 是这个奇异的景象 而是上帝在你生命当中 你人生的命定 你一定要走在这异象当中 异象会引导你 一辈子走在上帝的恩典跟祝福的里面 上帝与你同在 阿们